喂 这个阵容还是能打的 但是他们中期这个 可能中期就是一波被抓得太伤啊 一波被抓得太伤 那这样子是把这个小飞机抢到 前面一盘小飞机是在RT3那边 那么龙骑就会把它绊掉 绊了一个肉 然后发条 发条贴是被绊 贴是这个老根宁特有 有在使用的一个 有一个带节奏英雄啊 那么 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用 小狗 毒狗 黑咸 蝙蝠 老根宁特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 优势路可以去人了 先知去烈势路的话 中路还少人 小鱼人有没有 小鱼人 小鱼人还是挺 小鱼人还可以 英特也有在使用 不过目前来说 小飞机先知加小鱼人三合 还可以还可以 不过我不确定他们会玩 我不确定他们要玩 那么 Redo Snake这边的话 是拿了两手比较中规中矩的英雄 最近 最近玩发条的队伍 好像 好像这个发挥 发条的这个点位的发挥都不是很 尽如人意啊 那么 维萨吉加发条 连金术士 那么 酱油再拿一个 酱油再拿一个稳定控就可以了 这个刚 三人路就已经可以打得比较强势 你来刚也不会怕你 那这个最后第四手 哎我们看到了 老干爹英特最后第四 哎不第四手是拿到了一个 那家海妖 这个海妖跟飞机这边倒是有一个搭搭档 但是没有硬控的话是不行的 那这样子感觉牛或者双头龙什么的 牛或者双头龙什么的是有必要 半掉 有必要半掉 上一次老干爹英特的这边是 上一次瑞特斯弹跟小拿家搭配什么 阴魂牛小飞机 这个大招这一开团就把对面瞬间就控到死 控到控住以后 然后秒到直接就瞬间秒掉 团战没有任何悬念就压倒性的一个优势 那么不知道在面对对面拿小拿家 并且现在有飞机搭档的情况下 他们这边怎么做出应对 之前在DIR上光哥用速BKB谜团 那一次一波非常惊为天人的这个极限速度 开出BKB破这个那加大 那加潮汐的这个combo连接真的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那么破那加大的话需要一些比较强的后手 船长的话 船长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看要怎么拿优鬼 哎呦 RT3拿了一个链金拿一个优鬼 那这链金中期要扛点压力 帮着优鬼分担点压力 链金可能要去中路了 这个链金要去中路 不是可能是基本上去中路啊 然后最后老跟丁特又办了一个大树 在你这边拿到近战比较多的情况下的时候 在这个或者冲连行 这个线上稍微弱势一点的情况下 你拿一个大树的话 可以改变这个两条solo路的一个局势 假如solo路是一个劣势 你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小军事 如果是军事 你可以让你的solo路优势 这就是大树在一个全图 全图活体护甲的一个特别强力的一个地方 这是其他酱油 你需要通过 通过一个非常高效的游走 才能做到的事情 它是在这个对线期就可以做到 那么非常景地 有非常景地的大树 大树其实大树小精灵这样的酱油 我觉得国内队伍真的是得多力量 老跟丁特目前为止 是拿了一个小拿家 作为核心点 小拿家飞机先知三合 控制爆发有余 爆发有余 但稳定的控制不够 稳定的控制不够 我觉得牛啊什么的 等等 如果拿了牛 精灵牛就要去优势路保一个 那家的发育 然后飞机去中了 感觉 但是没有 他们没有办这个酱油端的一个稳定控 他们是办了一个蓝猫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 RT3最后手办人 我没太看懂 那么我觉得 英特最后手应该是补一个 稳定可以AOE型的控制 我个人是觉得 双头龙跟牛的这个 优先机会比较高 双头龙的兵可能接那家 他技能更好接 但是双头龙小精灵中期 中期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控制爆发 一应俱全 AOE也可以 也够 然后RT3这边的话 中路去炼金 优势路去优鬼 烈士路少人 RT3这边还少一个烈士路英雄 I don't know 烈士路去发条 去发条 那这边少个酱油 我看错了 前面没注意到这个发条 这手酱油的话 看他等会拿什么 是不是说 这手酱油 炼金术术 维萨吉 随便打个稳定控制就行了 冰女或者这个拉比克 什么都比较随意了 也就是比较随意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老跟爹 老跟爹 最后一手 老跟爹 最后一手拿了个白虎啊 这是什么意思 我有点看不太懂 他们这个 隐身 然后让那家开大街 飞机先知的技能吗 但先知跟小精灵 在那家大招以后 技能连接是可以连 但是非常困难 你捆 你捆你基本上只能捆 一个人 除非对面出现 战卫事物 两三个人很密集 然后精灵的链条也很难接 好了 那么双头龙是跑到 Ratterstack这里 这种超远程的控制 对于防那家后面的 技能combo还是蛮有效的 那么英特最后一手 没有拿 没有拿这个酱油 又是拿了一个 白虎 还是要打这个带线多一点 带线的速度更大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家的话 可能感觉 并不是倾向于一个 主团 打团控 打团战的这么一个思路 那家这边的话 可能还是要打一个带线的思路 虽然这那家 确实是有这种 大招流的这个效果 大招这个可以有 这大招流效果 但是他们这边 选到最后一手 英特的这个 这个整体的思路 还是暴露出来了 就是带线 白虎 先知 再加上这个 那家 那家一个带线 那么 小飞机 我觉得可能是要做 这个支配更多的 去野区 获得这个经济收益 是多核发育 四个核心点发育 多核打这边 Ratterstack一个双核 炼金中期核 炼金不是说炼金是中期核 但是这一盘的话 因为又有优鬼在了 所以炼金要承担 这个中期比较大的一个 输出节奏 干啃一些这些 这些事情 可能之前的话 一号位炼金 他会更多的这个 时间精力 这个花在这个 刷钱上面 怎么把这个经济 补上来 但是现在因为有了优鬼 这边国树双的炼金 要这个考虑 怎么带节奏了 国树双带节奏 我之前觉得 带的还是不错的 我一直觉得 这个让国树双带节奏 是Ratterstack 这边做的一个 比较明智的选择 那前一盘 他的龙旗 数次的一个引刀先手 这个引刀先手 都是比较成功的 所以国树双 这名选手 带节奏 感觉真的还是比较稳 真的是比较稳 虽然Ratterstack 这个队伍 整体的一个成绩 目前来说 还不是说达到一个 一线式 一线队伍的 这么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 他们调整好 ICY的一个位置 有一个正常的发挥 然后 这个国树双 跟队友之间的这配合 国树双的节奏能力 跟这个罗的这个 创意集合在一起 还是有不少机会的 所以 还是蛮期待 蛮期待这个队伍的表现 优鬼死灵龙 优鬼死灵龙 双头龙 三个人刚三 这个三人组的 刚三能力还可以 还可以 毕竟是在优势路 小飞机那家 再加上精灵 小飞机要打酱油了 这前期一个酱油飞机吗 等等 酱油哪家 我去 这 他这边是让我有点诧异 然后 先知主力没什么问题 白活主力也可以 但是这个 前期让那家 做酱油合适吗 之前有队伍是 拿小飞机先做酱油的 就是 小飞机前期当一个法师 打一个爆发 爆发输出 控制 然后中期是让他转这个 给他这个 线通过打团 或者是通过中期队友 拉扯的空档 让他补兴计 转大哥 但是这边 英特的这个选择是 让那家做酱油 完全作为一个 控场型的英雄来使用 提供一个 无数魔免的网 提供一个大招的 困扣控 然后酱油分身 可以上去 提供一点输出 但是这些队 等级要求还蛮高 这个 那 喂 喂喂 不好意思 刚才突然跳了一下 这个那家酱油的效果 好不好 还真的有待上去 有待上去 这盘可以正好观察一下 这个 上面的话 因为 因为对面是选择去 刚才 所以发条是solo先知 这样的话 发条自己的一个发育 是可以得到保障 接下来不到 发条军三刀 先知四正三反 我先知的这个正反部 更给力一点 毕竟是线上一个远程 但是比起对面 平时被两三个人 针对 现在这个发条发育 比起那个状况 已经好很多 然后因为是飞机 加上那家 加上精灵 爆发有余 但是线上 持续的消耗能力 不太够 对面这几个 长手点一点的难受 对面有一个长手 爆发 爆发控制还可以 看下那家等会怎么加点 酱油为那家 他先点了一个激流 强调一个稳定的 一个输出 第二个技能 应该是点网 应该是点网 没错 他的一级网 两秒左右吧 一级网是两秒 这样子如果 在那家点了网的情况下 这个 这个酱油跟进持的话 优鬼被击杀的可能性 还是蛮大的 那家现在已经有两级了 要小心 罗这边要小心 现在因为酱油 在拉野发育 所以这个大哥不能上线 补刀 这里是不是想来找一下辅助的麻烦 小飞机 E3对点 没什么 没什么悬念 SI SI主三技能 鞋子圆队已经有了 上面 老根尼特是用真眼 反掉了 Rioto Snack的这个 这个野 野区的一个防守视野 并且是 封掉你的这个野怪 这边连连下什么意思 刚才有想打的意思吗 但是那家没有这个 这边的这个先手比较明显 就是那家的网 这边这个三人组的先手比较明显 中间国术双打白虎 十刀 白虎那边补刀 应该稍多 十二刀七个反补 远程打近战的优势还是体现出来了 不过经验一直是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补充 经验是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补充 小飞机补刀 小飞机现在没什么问题 十二刀 幽鬼六刀 因为酱油一直在拉野发育的时候 大哥是不敢上线的 只有酱油都来 酱油都来的时候 大哥才能上线不到 现在三人路 三人路 Rotus 并没有什么便宜 好战 并没有什么便宜 就是酱油的等级是在持续提升 这是他们的这考上线 两个人都马上三级了 但是对面那家那家这边快三了 小精灵是两级三分之二 能拉野但是等级并没有拉开 太多 四分钟神符在上面 国初双阵盘运气不错 连续控了两个了吧 前面一个回复这次一个隐身 白虎这个状态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白虎现在 白虎状态不太好 但是他有瓶一直在运 一直在运瓶 链金是利用酸物来限制这个白虎的HP 比赛陷入到一个僵局 中期战的话 幽鬼链金打上那边 白虎飞机那家先知 我觉得军事 在一个军事发育的情况下 这几个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有点刚不过幽鬼加链金 非常非常脆 很难刚正面 所以他们这边还是要跟地盘一样 要打一个机动性 人多打人少 这边隐身的链金已经超过来 减速了 双头龙给口冰 小飞机在输出这个双头龙 双头龙直接被冰住了 小精灵先死 小精灵先死 后面的话 那家现在被这个罐子砸了以后 白虎支援一个大 但是飞机又是用这个弹幕弹死了一个双头龙 那么再弹一个死灵飞龙 死灵飞龙被弹残 克力口魔棒 血回上来 精灵过来帮忙 反身拍了一个技能 但是精灵球现在 哎呦 那家虽然从这个树林里穿出来 带走一个酱油 优鬼也是被带走 哎呀 上面打了三个人头啊 炼金回来再帮忙 一个罐子 应该可以反杀掉一个飞机 好的 那么二换三 二换三 稍微显得有点吃亏啊 三人路几乎全死了一轮吧 死灵龙优鬼 还有双头龙全死了 炼金跟这个 炼金跟复活的双头龙 是收到对面 这个飞机还有一个谁 飞机和小精灵 这个太亏了 对面那家等级一下子起来了 那家三级多 马上四了 一刹零四两助攻 然后这段时间 白虎在中间是无压力不到 那么白虎第一时间 给的这个隐身 也是保证了 保证了老跟英特 这个三日路PK的一个 PK的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反先手啊 他们之前本来 炼金从后面超过来 已经是四打三 已经有优势了 但是没想到 是白虎开了一个隐身 然后飞机凭借着自己 导弹弹幕高伤害 反倒是把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是死灵龙啊 双头龙啊 双头龙啊 给换掉 双头龙最后被这个 树林里穿出来 那家手了 那家好像没有杀掉 树林里穿回来 给了一个激流 现在二比三的一个人头 白虎来下大一波节奏 看一下白虎加点 主一技能 球稳 也是一个球稳的一丝路 下面就有两个双头龙 从后面 优鬼还是很危险的 这边 不过这个因为是白虎在 所以这个神剑射不中 还是有点难杀 这可能是 可能CW选手 不太喜欢白虎的一个原因吧 这就是他的一个控制 收拾技能 很重要的一个控制收拾技能 但是不稳定 这应该是CW 对白虎 这又爱又恨的 这个最重要一个点 路人玩家 喜欢白虎的人 还是蛮多的 因为他自己的一个 造型的一个缘故 非常可爱 非常非常漂亮 发条七级 带好TP 先知向尾鞋 也是可以随时支援 那么现在就看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关键点 应该是看这个 边路支援 三人路两边打的都比较稳 不太容易打出人头 没有露出太多破绽 所以应该看这个 炼金或者发条先知 谁先支援 谁先支援 小精灵过来做一个视野 没鞋子 小精灵现在还没鞋 先做了一个小魔棒 那家有鞋 四级 双头龙快五了 发条TP下 这个眼 有没有看到 没看到 发条直接勾下面 想留这个飞机 飞机的位置已经被堵了 那么Mister 是往这个塔下走 白虎给了个隐身 但是他往塔下走 那这边走不掉了 哎呀 这边有点可惜啊 有点可惜 Mister跟队友之间的 配合 稍微有那么点问题 哎 小心点啊 这个神剑射过来 没射中 哎射中了 再跳上去 精灵的一配合 国书上这边要被击杀 哎呀 这是控上神佛 是一个 白虎的一个隐身的 隐身的时间内 它是控到了一个双倍 又配合精灵 是杀到炼金 刚才小飞机 他如果一直往外走 走出这个塔的真实范围 有这个 有这个白虎的大招 越之岸面的效果在 他有机会能走 我只能说 他有机会能走 但是他往下走 就是已经 垂死了 大哥换大哥 炼金买活 国书上这边 有点凶啊 直接买活了 向尾平 看下优鬼这段时间的捕刀 19刀 惨不忍睹 惨不忍睹 那么 先知先知那边 在有堆现的情况下 50刀 小拿家这边过来 哎 发条 这个位置也太拖大了 那么是被网住 吃了一个激流 小熊一直在点 优鬼开大 救下场子 ICU外还有一丝血 ICU外被点死 优鬼直接降临 但是切先知 先知直接传走 输出不够 哎呦 这边ICU外的发条 在烈士路 没有看到拿家 他好像没看到拿家 这样子是被这个对面 拿家的等级要起来了 给了一口兵 一个神剑 没有射中 自己小飞机直接甩大 塔下要强杀 白虎跳上来 一个大招 转身 没有技能了 一口火 这里因为是一个死灵飞龙 所以不敢回头硬来 也不敢回头硬来 Aretos那个中期节奏 稍微有点被动了 这边稍微有点被动 感觉发条需要在 发条跟炼金 需要再带一带节奏 发条跟下面是 带了一波 但是他自己上面 回去又死了一下 所以觉得发条 应该再主动一点 视野的话 Aretos那个有一个现眼 偏现眼位置的一个视野 然后中路坡上一个视野 掌控一个白虎的一个走位 10分钟 急速神伏 好运气 这边运气真好 小精灵 发条 死灵飞龙 TP一个就能杀 后面有个精灵的话 感觉也有机会 看一下这边发条怎么说 这个勾 哎呦 这是勾得我心碎了 这个勾这是 从这个 Maser身边擦肩而过 这个勾真是勾到我心碎 白虎一记神剑 没有收到 TP二塔 小哪家TP二塔 那家开始倒是各处带节奏 这边酱油那家 玩得还挺开心啊 我们看到 这边加油那家 玩得还挺开心 能不能杀 这里 再纠结的话是可以杀的 已经开打 已经开打 走了 好的 那么 上面的话 优鬼 哎呦 还有是只有26道 其经济的标 不到前几名 全是 老跟Eaton的成员 前三名 全部是Eaton的成员 四五六 才到轮到这个 Rattlesnack 并且仅止 只有2000多经济 跟对面大哥 已经拉开快一倍了 线上没优势 然后中期没节奏 就会非常痛苦 现在Rattlesnack 非常需要的是 中期的节奏 线上可以没优势 但是中期 一定要把节奏带回来 之前有队伍 也拿过线上弱的 这个阵容 但是他中期这个 队伍抱团推啊 这个开吴Gunk 节奏非常紧凑 他都能把线上 类似打回来 小龙藏树林 下面已经三个人 这边 三个人 视野好像没抓到 有个直接开大 想动下面的小飞机 但是白虎 直接给一个大招 精灵连累下 这个大招拍上来 死灵飞龙灵魂超度 拍死了小飞机 这边去所有人全残血 死灵飞龙跟双头龙 全残血 还有一个隐身的 这个那家 但是这边视野 是可以看到 一口火 再接一口冰 现在双头龙 被堵到树林里击杀 上面还有一个死灵飞龙 不敢出来吗 这位置不敢出来 那家家幽鬼 哎呦 这个是幽鬼 跟这个发条 全部阵亡 哎呀 这个 我获奖了 竞技的西娃 获得一份礼物 这 这 等等 等等 回去看一下比赛 我获奖了 我天啊 这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人品 这刚 这IS被团片 我这边就获了一个奖品 这真是苍天 苍天有眼 我做了 我做这么久视频 头一次这是获得奖品 哎呀 这回到比赛 回到比赛 刚刚不好意思 刚刚是 刚刚是这个 说到哪来着 下面这波团P 是这个IS打的一个先手 但是秒飞机的时候 花了太多的精力啊 秒了飞机以后 我们看到什么 这个先知一个大坛过来 IS所有人残血 后来发条 不知道从哪里过来 就跟幼鬼 直接就被击杀了 好像也没做什么事情 然后死灵飞龙跟双头龙 血量都很残 不敢出来 被小男家避到树林里 被收割 哎呀 这个团战虽然输了 但是收到离聘 我还是蛮开心的 一个罐子半条血 中塔反捕 没什么问题 我听到这个 好像好有在嘟我的声音啊 好像是 好像是在跟我说奖品的事情 刚刚是几杀的奖品 见证一次多杀 获得一个奖品 我等会去看一下 哎呀好开心啊 好久没有获 不是好久没有 我是从来没获得奖品 在看比赛 看的比赛 这大大小小 这上百场了 真的是 头一次 头一次获得奖品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哎 这个这个好开心 比赛 现在IS这个烈士毫无意愿 我们刚刚说过 线上烈士可以 但是节奏点 要中期找回来 但是节奏点 八条跟这个队友的节奏 现在并不是很好 八条现在一杀两死 一助攻 炼金 炼金在做梅肯 但是这个梅肯 好像差得有点远 这个梅肯差得有点远 白虎要做引刀 这边是个引刀 白虎 对面的这个 开始有各种更新装备 小飞机 BKB 神魔支付有了 1300存款 前面一个酱油那家 也是掏出了这个大魔杖 然后护挽 这是14分钟 如果酱油在14分钟 就能掏出这个状态 已经证明 他已经这个团队的节奏 已经是非常肥了 并且是一个7级 等级比较高 我们看一下等级 英雄等级 一二名分别都是 老根 老根的英特的两个核心 白虎加先知 然后34才到了 IS的这几个核心成员 酱油这边非常气散 双头龙 死灵飞龙 两个龙只有6级 事业的话 还是有一定保障的 切回经济表 好的 切回经济表 死灵飞龙 现在相位 秘法鞋正加眼 优鬼 相位 穷鬼 这装备 残呢 装备真是残 炼金 在憋没肯 还差一些钱 炼金不来 下面没法打 有白虎这一剑 这一剑 这一剑 虎人呢 白虎这是引刀啊 引刀钱已经够了 先知 点尽以后2600 这先知有点不能阻挡 这先知等会也掏个引刀 这跟白虎 这上天入地 这沙翻呢 这节奏带的飞起 他们这边有小精灵 有那家 这个打全球流 哪怕就是打不过 他们也能保证 自己能走掉 这就算是走不掉 这个战孙也会比较少 基本上就留个精灵啊 或者是精灵能带走一个人啊 这战孙也会比较少 因为有那家在 然后白虎又越之暗面 所以机动性很强 现在这边 IS面临的问题是 这个你很难杀得掉 印刀的这个成员 然后发育现在又不顺 这边是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隐身 这边想打 精灵跟没 精灵跟大家 精灵人呢 精灵就在这边 刚刚这个 这个大招开的是一副 想打的姿态 陶氏也 白虎引刀过来 哎呦 把这个鸟射死了 这个草尼马信使 也被点死 真是惨的 哎呀 这个陶氏也反掉 但是 这个雪上加霜啊 现在本来就烈士 还要让对面杀掉一个鸟 雪上加霜 现在IS的这个节奏点 应该是 国师无双的这个 梅肯出来以后 再打正面 他们并且出来以后 必须要打 他们刷下去 已经比较难刷的起来 优鬼各种没有 没有打钱空间了 优鬼已经没有打钱空间 对面有什么 先知白虎 先知精灵在 优鬼感觉 哪里打钱都不安全 他打野又没有效率 所以 IS现在就在等着 一个练金的梅肯 练金梅肯以后 出来必须抱着团 优鬼跟着队友 参团把这个 打架把节奏打回来 打不回来 他们就已经没机会了 这盘虽然比赛 才打到16分钟 但是形势 已经对于IS来说 非常非常严峻了 小精灵 帮忙拉野 一波两波三波 三波远古 然后这里是 这里是双头龙 还是只有六级 凄惨 凄惨 下回到这边 英特尔的视野 然后 IS这里也 IS在下面外台 在的情况下 也给了蛮多的保护 非常规位置的一个线眼 然后 这个树林后面 区域的一个视野 是不是要开悟打一波了 连接没肯出炉 我们刚刚说过IS现在 炼金没肯 是他们现在 这个中期唯一的节奏 他们这个再不抱团打 这么发育下去 已经找 已经是不能赢了 已经是赢不了比赛 就这么发育下去 所以他们现在必须是主动 就没肯以后主动打了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误 误呢 误呢 隐身白骨法 这一切看了个透 还好刚刚没开悟 刚开悟瞬间要被破 就神剑射空了 现在那家 像 假腿 讲由哪家都把假腿做出来了 白骨引到以后 存一千 先知引到以后又是一千 精灵贴身保护 IS现在我觉得他们 应该调整一下思路 现在刷钱真的是 赢不了比赛 这个局势我承认 优鬼很 很厚 但是这是建立在 有一定经济的一个状态下 现在阶段的优鬼 几乎无法补经济 打反补掉 哎呀没补掉 有少数人是没有补到这个塔 好的 IS这个四个队有开悟 看看他们这波悟能不能把烈士打回去 对面有精灵先知支援也很快 但是 看这个先手了 看先手上面罐子摇起来有机会的样子 罐子已经在摇了 飞机在打前 后面有个那家可以救他 后面有个那家可以救他 接一个兵 接一个这个罐子 直接是那家大招控住 看看要不要反打 小飞机这边要反打 直接一个大招 砸进四个人人群里 梅肯磕一口 昏了一点血 飞机BKB 一个打四个 先这也过来了 切后盘 那么死灵飞龙下面点死 小精灵的话 配合这个白虎 正面要残 这个击杀一个优鬼 优鬼 这边破线 哎呀 这个地形没有走进去 完蛋了 IS这盘已经是 无力回天了 我只能说这盘已经无力回天 这个中期 这个下面这一波PK太伤了 这边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波PK 但是居然是打输了 然后现在是陷入这个慢性死亡 然后他们我们刚刚说过 梅肯是他们这个中期最后 梅肯一波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但是也没打成功 刚才上面想动那家 动这个飞机 因为有那家在 我们知道 秒人是几乎不可能的 你除非你这个 掏出一个BKB时来 是吧 不然你很难做到 白虎又是超后了 点两下 点三下 有那家在 还是有机会杀 先知也在 国书双 这里很难走了 把树拍出去 一个网 网住 那么罐子往后摇了一下 砸中两三个人 国书双 克里口没啃 还在撑 还在撑 居然活下来了 居然活下来了 刚才如果先知在这个位置 没有第一时间把树人拍掉 他们在这边输出 这个链金 链金 我估计 很难走啊 但这边先知是 怒迈一个萌 捆了一下 又拍了一个树人 那家的话 他这个提供一个 激流就行了 然后主要是白虎 跟先知的这个输出 然后这个先知是觉得 这个局势已经这么优了 可以稍微演一下 是吧 拍开的同学 大家请记住他的ID 拍开的这个人 还蛮帅的 看过他一些照片 真的是 就是外国人里面 还蛮帅的 以前我感觉 就是看外国人 就没有审美观 就觉得 就觉得这外国人 到底帅不帅 就感觉有点 无从判断的一个感觉 但拍开的这个 真的是挺帅的 我之前对老外 是无法判断的一个状态 但是拍开的 看他照片 真的是还蛮帅 白虎往下抄 罗的打成空间 继续被压缩 并且威胁到 他自己的生命 小精灵 加上那家 轻松留住这边 优鬼 优鬼没有任何 逃跑的能 机会 原先优鬼 还可以钻钻树林 是吧 但是有那家在 这一切 只能去想想 这一切只能去想想 先知也传到下面 先知没传下面吗 先知TP回家 再传下面 下面应该是配合 打一波 优鬼号20多秒 这几个四个队友 硬着头皮就上吗 这个没有优鬼 这硬着头皮 背水一战吗 有机会 有机会 看一下他怎么说 勾框 两个人 框下 哎呀 一个人 罐子砸进去 这边有塔 能看到先知 先知被激活秒掉 好的 再往后追追 留了一个小精灵 精灵被喷死 好的 这个是打了一个 出其不意啊 先知跟精灵 是被击杀掉 这个 勾框刚刚 是白虎 白虎的话 还是要跳出去 双倍白虎 又做了一个一叉 白虎这种英雄 他打后期 还是有点虚的 下面又一个神剑 空剑 白虎还会自嘲 我去 原来他的这个配音里面 有自嘲的这个配音 被冰住 摇罐子 砸上 冰火 那家救个城 盈护大姐撤退 那家 酱油那家 保人能力还真的是恶心的一逼啊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什么 我们之前说 毒狗这种英雄 保人能力是非常可怕的 那这么看看啊 像酱油那家 他保人能力也是非常夸张 刚才上面一波 配合小飞机的这个 combo连接也是非常 输出非常高啊 定位以后 第一下 导弹第一下 砸到四个人 第二下砸到这个脏酱油 然后开着高射 还有就是胡射乱射啊 射的各种爽 热虎 一直开悟 试图把这个节奏给捏回来 刚刚上面杀了两个以后 让他们看到一点希望 优鬼成了一个活力之球 无奈之举 河道好像有遭遇 这个亲你好 给个关子先 接一口冰 冰冰住了 哎好的 小精灵本来好像没冰住 第一时间没冰住 然后他往上走了一下 撞上去 而到三可是杀着杀着 好像渐渐在把人头赶上 我们看一下团队经济 团队经济被拉开了一半 但是这个曲线稍微缓了一下 有一点点在往回波的趋势 但是 你想把这精细完全hold住 你必须对新知造成威胁 对白虎造成威胁 他说这几个人又是飘逸到不行 带线带到你恶心想突兀的英雄 这些选人到 让我想起来 突然有点像这个东南亚队伍的风格 在这个国内 你几乎看不到白虎的这个时候 东南亚队伍好像有 是应用一下白虎 比赛达到23分钟 Rioto Seneca让这个比赛 从不可能到现在 有那么点希望 看一下这个对面的 这个几个人装备 白虎夜叉以后 在做别的白虎 这个打后期还是比较皮啊 身板一直是他这个 比较被人诟病的一个弱点 完全无法刚正面 随便冲台一下脸 然后他就 他就很尴尬 你有可能会见到 这个路人什么神装白虎 神装白虎被对面大哥 顶着脸到处跑 然后这神剑再射不住 这个团战就各种废了 当然这我们是说 这节奏不好的 这个情况下 所以白虎这个英雄 还是非常考究 一个切入 切入时机的 先知配合白虎 过来拿这个肉杉 先知引刀以后 转引刀以后 补一个羊刀 差些钱 小飞机BKB以后 夜叉600块 精灵 密法鞋没肯 没肯差他比较多 因为现在好像 没有精灵补经济的地方 这边是一个 大蝴蝶的这个信使 我觉得这个信使 做得非常有创业 他这个 在落地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 好像残宝宝一样的感觉 那你把它升级了以后 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大蝴蝶 这个我之前说买了 就后来给我忘了 这个DOTAR 我还是特别喜欢他们这点 就他们 他们这些消费的这个理念 这个DOTAR 全民是免费的 但是他这个有自主消费的东西 他们的这个消费理念 不是逼你消费 它是勾引你消费 这个非常非常难受 有些很好看的视频 你看到别人在用 哇 哇 我天哪 这边四拨远古 前面拉了很多 拉了很多 直接过来刷 两个大哥刷的真是怒爽 刷的开心起来了 突然感觉世界美好起来了 没有个小飞机 这边是给了 这个仙之家 这个白虎 白虎 这边他们两个是作为一个 这个老格尼特 这边更看重的一个核心点 但我个人觉得 小飞机应该是分享这波 因为这个 打后期优鬼跟链金 再肉一点起来 再有一点装备以后 一锤定音的人 我觉得还是这种 飞机这样的人 而非白虎 白虎这样的人 而先知代现的话 他这种经济跟经验 并不影响他这个代现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波经济跟经验 应该是给小飞机 而不是给白虎跟先知两个人 但是他们这个经济让多核发育 那这怎么说呢 小飞机现在只能跟着经历打野 我是觉得 这个经济的分配点 并不是最优的一个选择 那么万一这个等会儿 是吧 一波团战翻了 让优鬼跟链金起点装备 链金又是掏了个引道出来 一千三 这个让这个链金跟着优鬼起点装备来 你发现正面刚不住了 没有小飞机就刚不住正面 你真的想哭了 优鬼在上面非常猥琐 三四个人越战面 露面了 这里网住 队友的TP在哪里 小飞机大招 TP是非常后面保守的位置 那这样子的话救不下这个优鬼 TP有点慢呢 TP有点慢 这边优鬼继续被击杀 感觉这把优鬼 你想让他起来 好像不太容易了 感觉这个局势再打下去 要做 要做刃甲了 链金倒是偷偷摸摸 利用贪婪 把这经纪补起来 前三名虽然都是英特成员 但他们是一万左右的经纪 而这个链金有九千六 链金到后面的话 也是有机会逆天的 有机会逆天 所以 感觉英特这里 应该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 优鬼这个点被针对的很惨 看一下 能不能杀到飞机 难杀 这边 老根的英特的两个酱油 保日能力都很强 一个精灵 一个娜家 保日能力都很强 并且他这个实在不行 他还有这个 白虎的一个大招 所以英特这个阵容 生存能力强 但是刚正面能力弱 通过一直带线 想压制Redo Snake 你压制优鬼 你这个方法可以压制优鬼 但是你压制不到炼金 所以我觉得 炼金有可能会给Redo Snake 带来一些奇迹 国树双现在转型发育了 前面节奏不顺 炼金立刻转型发育 这也是一个比较 明智的这个选择 好的 优鬼我们看到 1300块 看看他接下来怎么说 其他人 小维基 夜叉以后 三千一 好多钱 这个等会 等会变成炼金 打对面 三个三个长手盒了 吃力有点吃力的 白虎那边 分身 先知 扬刀钱 差一点点 两千七 好像够了 好像是够了吧 好像是够了 三千六 两千七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么这段时间 稍微蹲下优鬼 连金引到以后 两千七 看起来连金 下键道具 下键道具 如果刷下去 强席会是 会不错的选择 如果要打正面 我觉得BKB 会优先级更高 但是 这个局势 看下来 Inter是要拖后期 所以我觉得 先做强席会好一点 局势一直在往后拖 那家军 那家军做了个 坚韧球 什么情况 那家军也要 偷偷发育出来吗 你是酱油那家 别忘了你的位置 这边是酱油那家 坚韧球 那家要做什么 狂战 林肯 都不像 狂战不可能吧 不可能有 他发育的空间了 已经 林肯 倒是 有机会 坚韧球还能做什么 血精不可能吧 血精不可能啊 可能是林肯 可能是林肯 能挡一个罐子 挡个灵魂超度 这个有可能是林肯 但是酱油做林肯 这也合适吗 真的合适吗 不合适吧 请 还是做点酱油装吧 什么 就是他任务就完成了 那么 我觉得 英特 这个 队伍的话 他来国内以后 接受了不少我们国内的一些 CW战术思路啊 但是他们又保留了一些 他们国外这个队伍的一些 这个在 对待Dota的时候 一款 这款游戏的一个态度啊 一个 一种 一种思路 他们一些 一些新鲜的东西 一直是敢用的 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好东西 跟IS一样 所以IS跟英特 这个队伍的这个比赛 我还是蛮期待 就是因为这两个队伍都是 比较敢拿出一些新鲜的东西啊 扬刀出炉 又是一千块 白虎 翻身以后一千五 小飞机 噩梦刀锋以后 两千二 这应该是做金箍棒 刷 尽情刷 请刷个痛 三千二的炼金 炼金虽然在发育 但是炼金刚对面 三个一万的经济的人 压力还是有点大 队友现在 酱油这边 咱们就不谈了 酱油这边 没什么装备能更新出来 然后优鬼这边 我们看一下 来下塔 又是被白虎带了 优鬼这边 优鬼存了三千 优鬼这边 不知不觉存了三千 好像还有机会 做一做灰啊 Youtel Sank 这边还有机会 但是一定要保证 这段时间优鬼的一个发育 灰药 这个无论什么时候 灰药优鬼总是会能给人 翻盘的这个希望 那么被打到这个局面 真的是最后的抗争 这盘其实 灰药优鬼对对面的威胁 还蛮大 因为Intel我们就说过 它的阵容飘逸有余 但是刚正面不足 他们需要这个大哥 把这个通过代线 把装备压制了以后 然后通过装备压制 来刚正面 但是军事发育的情况下 白虎啊 仙之啊 精灵啊 飞机啊 我们看看 小飞机其实就1500支皮 这是31分钟 它现在没有什么撒旦 没蝴蝶 刚正面能力 还是有点没底气 等会碰上 碰上会要优鬼的时候 那么我们看一下优鬼 这个3800还差多少 优鬼均 3400了 我感觉现在真的是可以 蹲一段时间 蹲一段时间优鬼啊 局势非常烈 但是 诶 中间什么情况 先知传过来了 小飞机在强拆中路 就是拍出了这个 拍出树人 中路在施压 优鬼可以塔下补一波兵 没有补到 切回去切回去 中塔现在被耗得很残 感觉现在 Ratalsdank是可以战略放弃外打的 不要强行开团 优鬼3600 非常非常关键的时间 我真的觉得 没必要强行开团 放掉就可以了 就拖一点时间就行了 真的没必要强行开团 实际上 Inter这边这个阵容 你这个塔最多给你拆了 你上高地也不太好上 哎 好的 练金反不掉这个塔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接下来 是要做一做视野 稍微再给的优鬼一点 发育空间 不然优鬼 补完这波兵就不敢出去了 补完这波兵就不敢出去了 这波兵都不敢补完 所以真的是打的比较保守 这个优势一方 通常都是通过视野 来压制对面的这个经济 视野来压制对面的一个经济 压缩对面的一个打强空间 经济压制 那么 看一下Renson这边视野怎么说 将由 有一个眼 上面给现眼吗 压 信使怎么被击杀了 哎呦 哎呦 这个 哎呦 这个信使去买 遗屋的路上被击杀 哎呦 还好 这个又是被杀一次 总算是买 好像是买出来 我看到钱已经消费掉 这样子的话两三分钟 两分半 那这个你这个两分半 把这个图纸再发不出来 也还有机会 这个还好 这不是这以前版本 我记得以前 我估计当初那盘 当初那盘那个 那盘成名战 真的是成名战 就是 在马来西 是在马来西亚吧 是 是哪里来着 是不是马来西亚还是 还是那个 哪里来着 好像是马来西亚 去打一个比赛的时候 外国的一个比赛 我忘了是什么比赛 当时09也在打 09 朱斯马迹 他们就去打比赛 就是那个 UBA啊 3800A 猴子的UBA 但是结果最后 还是把这个比赛拿下 当然那场比赛 看得就非常的惊心动魄 也是热血 后来这个版本的 改动改动 小鸟 小鸟被改到 现在就是 捏掉以后 不掉物品了 那怎么说呢 冰蛙是减少了一些 一个比赛的一个 不稳定 不稳定性啊 就是这种 你这种局 你像 像这种局 如果刚刚是以前版本 什么 信使物品 会被打掉 那这盘 这RS就完全没什么机会了 所以他们还是希望 留一点悬念在 小飞机在这边 有BKB 交一个BKB吗 好的 逼到小飞机 一个9秒CD 你也可以 优贵的话 看一下信使 还有一分钟 身上存款500 图纸的钱还差一点 小飞机 直接一个大招 哎呦 将之局 看一下 先知 先知 存了5000 存了非常多的钱 白虎那边 要做这个蝴蝶 小飞机277 我觉得应该是 赶紧把撒旦更新出来 因为对面优鬼快要回药了 现在需要你们几个人 可以正面站住输出 小男家 林肯也好了 这是我见过最肥的那家 这是我见过 不是最肥的那家 是最肥的酱油 我之前从来没有见到一个酱油 可以做到林肯 那么这也是多核发育的一个思路 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些装备 这是多肥的一个思路 这也是最近的这些版本 好像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么一个套路 小男家的带线带的很开心 换一下一个激流 就上去一人A一下 安全高效 是吧 我觉得酱油那家 说不定真的可以开发一下 并且就从这盘来看 配合这种飘逾的阵容 配合这种带线阵容 然后大招流的阵容 那家的就发挥空间还蛮大的 至少这盘的宝人 都做得很好 宝人工都做得很好 国树双许久没有关注 BKB 还是选择比较稳 做一个BKB 小飞机3000多 肉扇队还有两分钟 两分钟之内 有鬼你能拿出灰药吗 罗1400 有了 天灰现实重生 灰药加深 感觉 感觉 好像比赛又有了一些悬念 那么 英特那边团队 没肯我看看 没肯 小精灵钱还差一点 小精灵这边钱还差一点 这边有一个没肯的话 精灵 精灵没肯回血效果 非常猛 他因为他这个连击的效果 是可以给大哥回两次 也就是说 你没可能给这个大哥 加250 然后因为小精灵 自己加250 你这个250 又可以通过这个链接 加给你主力大哥 所以小精灵这个没肯 是应对 会要有鬼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道具 但是他这边只能保一个人 就这种非常强的这个回血 只能保一个人 其他人的话 还是得看团战的一个处理 看团战处理 发条保命装滤状 滤 滤 滤杖 什么滤状 死灵飞龙 没肯 双头龙 出门装 这个肉身已经在打了 S要放吗 这个要放 还是没有底气 打一波的这个 资本有了 但是过去抓肉身 好像有点虚 好的 现在右轨开始刷钱 37分钟 37分钟会要的右轨 小飞机拿盾 3000 3000一 是不是有存货 小飞机已经有存货 撒旦布紧好了 在收拨兵 撒旦就出来了 那么现在 老根尼英特的 这个 老根尼英特 他们无法 建立一个破路的优势 虽然经济 他们已经是大优 已经刷开了25000的优势 但是他们无法 建立一个破路的优势 抢用多肥的 一个经济优势 压垮AS 这个思路可以 确实可以 因为AS现在 正面就两个人 一个游鬼 一个链金 找团战击垮这两个人 或者甚至通过 什么先知的买活 击垮你这两个人 他又可以拖 也可以给你刚正面 先知这个英雄 真的太恶心了 先知 他买活 可以选择带你边路 也可以选择 来到这个主战场 再给你刚一次 先知也是提前做好BKB 那个我记得某一天 有一场比赛 牧师的先知 刷了有个两三万经济 拉开第二名一万多 拉开对面主持一万多经济 就是不肯掏一个 掏一个格子做BKB 结果刚正面 刚不动 三两下被拍死 买活出来 又三两下被拍死 身上挟着这个 多少钱存款 挟着一万 一万左右的一个存款 把这比赛代输了 那么 所以这个真的 BKB还是蛮重要 BKB这个东西 它一个是本身性价比较 还有一个 你出BKB的时机 也是非常考究的 前几天 就在前几天 是DK DK 优鬼的一个 DK打老干爹的一场比赛 优鬼 DK的Burning的优鬼 在非常关键的 一波 一个时间点 掏出一个BKB 然后是阻止了对面 一个A仗死灵 死灵法师 对他的一个威胁 死灵法师带A仗 一直是威胁了 优鬼很久 那么最后带了BKB以后 那一波团战 对面A仗死灵法师 瞬间是慌了手脚 不知道怎么办 也是直接带领 对手队友走上胜利 有的朋友说 这个BKB 他说我也早想到了 其实早就可以出了 但其实 他我觉得那个Burning 当时出顶时机 是卡的比较好的 因为那波 拿到手的 那一瞬间就开团了 然后他又是龙心以后 龙心分身 我就是什么来着 龙心分身 散尸以后出的 你出早一点 又给没输出 对对面没什么威慑力 你出晚了 你很有可能 为这个赶不上这个 赶不上这个团战 所以BKB固然重要 但出的时机也是 比较考究的 白虎蝴蝶 小飞机刚刚应该是撒弹 撒弹750 先知 BKB水晶剑 38存款 小飞机直接站上高坡 一轮高射炮 消耗一下酱油 酱油差点没射残 双头龙直接被射残 人间一个罐子砸上去 但是没什么威慑力 这波的话 老干尼 他表示要顶上来 塔方已经点了 队友 从侧一TP出来 那么等下一波兵 没有冲动 小精灵没有梅肯 这边没有梅肯 居然没梅肯 这是他们的这个战机 这是 RS的一个战机 不知道这个梅肯 会不会给他们 带了一些悬念 优鬼直接被射残了 发条 勾框用过了吗 发条勾框用了 但是没打起来 高射炮一直是 把这所有人驱赶走 小飞机输出太高 那么是没什么压力 把下路拆掉 RS下面 这波不敢顶出来打 因为下面这波 打输就是两三路 就是三路直接没 不是两路三路的问题 就是比赛直接没 选择隐忍一下 但是中路这波 不打不行了 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 小精灵没看 还没逃过来 他好像是想攒钱买活 他好像攒钱买活 不敢消费 这波我们看一下 RS高地怎么守 买活 优鬼能买 这边优鬼能买 要小心 优鬼直接顶上去卖 顶在最前面 小飞机高射炮输出 把所有人驱赶走 但是后排双头龙 双头龙先被干掉 小飞机顶到最前面 看找人切 主战场的话 我们看到主战场是 紧紧干掉一个精灵 精灵买活回来 神剑射中了 这边国树霜 国树霜快倒了 优鬼 优鬼的话 这个ICY在框里被击杀 那么优鬼现在 回家回血 他没有卖命啊 那队友全倒了 队友全倒了 这样子的话 没什么威慑力 这边那家一个王 网珠优鬼 这条命还是要卖掉 直接是交优鬼买活吗 还不买吗 27必须买啊 中路兵也没什么压力拆掉 我们看到 BKB的小飞机 直接站过来射这个基地 就给射爆了 不买活 不买活撑一下吗 GG直接打了 GG IS没有做太多挣扎 直接GG了 刚才这波子好 我觉得优鬼不应该逃 应该是顶上去卖 顶上去卖 这个 Mister是非常道义的 是刷点 刷点这个刷点瓶 给观众刷点装备 这个大家不要误会 这不是说这个虐权啊 这是这因为 Dota这个你杀人以后 会有装备更新啊 有装备送给观众 所以有的职业队伍 在这个比赛结束以后 会刷一轮装备给观众 那么希望大家能理解 两个装备 我们看到 好的这场比赛 非常可惜 被压制了很久的IS 最后一波也没有撑上来 经济差距太大了 已经大到无法挽回 会要又归也无法挽回了 那么非常可惜 那我们稍时休息 给大家带来第三盘的 这个比赛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3 2 1